小小黑猩猩小庞和拍檔的牛頭犬詹姆斯 到人類的世界挑戰當小幫手 充滿了刺激和出乎意料的夢幻成長故事 天才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幫手大挑戰 這次小庞和詹姆斯又要挑戰什麼呢 沒錯 這是小庞第一次去郊遊 自然資源豐富的日光 這個季節正是踏青的好時節 所以這次的任務就是在日光初次郊遊體驗篇 這次要帶你東西以後的家不太一樣 那就是 將 六区 這個中間很多人都放進去 首先是拼湯 後來是吃午餐 現在吃了嗎 然後水桶也放進去 然後水桶也放進去 對 今天的裝備品平時都要多 小庞背得多嗎 好 庞哥 可愛 庞哥 日光還沒買購物 這裡 對了 今天在郊遊之後 小庞還得要去買紀念品呢 章子先生把一張一千元紙湯 放進了小庞的包包 好了 要出發囉 好 那就二人一起進去 神采奕奕奕 快步出發的小庞和詹姆斯 今天也同樣充滿活力 公子先生這一次也跟在後面 默默地守護著他們倆 兩個小傢伙將連著踏青步道往前直走 目的地是到前方湯圓溫泉的禮品店去 進入踏青步道的兩個小傢伙 前面是難走的山路 要加油喔 山路根本不算什麼嘛 情況看起來非常順利喔 然後 小庞已經準備要休息了 他打開背包要幹嘛 啊 是便當 已經要吃了嗎 不過 小庞 小庞真是了不起 因為想起了公子先生的話 所以能夠忍耐下來 背上背包再度出發 小庞 你背包的拉鍊沒有拉上啊 不會有問題吧 你背包的拉鍊 結構 換你幾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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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次他重新好好的把拉鍊拉上了 小心點啊 小庞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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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喲 不可以壓在詹姆斯身上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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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康就在这时候 小康发现了一只大甲虫 小康从来没有看过枪形甲虫 它在仔仔细细地观察 这时候 詹姆斯 小康是不能吃的 小康虽然被夹了一下 对甲形虫也要很友善哦 两个小家伙再度上路 墨弟弟探源温泉就快到了 可是 眼前等着它们的 是横跨溪流的一座小桥 桥面很窄又很危险 咱们能够顺利走过去吗 小心点 小康 詹姆斯 成功了 它们顺利扩查了 突破难关的这对拍档 决定在这里吃午餐 哇 期待已久的便当时间 到底装了什么好料呢 原来是两个小家伙最爱的香蕉和牛肉条 小康先拿牛肉条给詹姆斯吃 真的是好体贴哦 接下来给小康吃了 好好的把香蕉皮剥掉 看来它们俩的肚子都很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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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里玩的东西喝水 对'te 还知道要怎么打开盖子呢 χ 快点 就s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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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o Join 我把水喝光光了 虽然对詹姆斯很抱歉 不过也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对了 垃圾记得要带走 终于走完了踏青步道 抵达苍原温泉 他们要在这里的礼品店购买日光的纪念品 一进入温泉区 道路立刻变得平坦宽敞 和刚才颠簸的山路截然不同 两个小家伙越走越顺利 结果 小庞发现的是喷出温泉的泉源 原来汤圆温泉的泉水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 看到不断涌出的泉水 小庞显得很有兴趣 可是泉水的温度高达70度 小心点的小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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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要开始买东西了 店里面缠练了各式各样的礼品 小鹏会选择哪一种呢 好 要开始买东西了 店里面缠练了各式各样的礼品 小鹏 小鹏发现的是木刀 小鹏好像很喜欢木刀 可是 把木刀放回去以后 接着又发现了 小猴子的玩偶 对了 上次去日光东照宫时 他对非礼物饰 非礼物言 非礼物猿 非礼物猿三只猴子 非常喜欢 还模仿了他们的动作 这一次他对这只猴子玩偶 似乎也是喜爱有加哦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はい900円になります 1000円お預かりいたします 100円のお返しにな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成功了 小鹏成功 买到了日光的纪念品 第一次的郊游 正是顺利到最高点